新中朋友要集合一般都比普通人更辛苦 对处伺服务工教这支办理团团的课程 来合作他们顺利找到头路 今天的立场记者会当中 就要请参加这一团团团成功结婚的 学生肖委 也会合作肖委的瑞富意志中心 跟目前肖委主要的单位成功大学 真来分享 身为老师我自己觉得 有时候会很感动 因为这个孩子这样一路过来 从家庭不管 然后没有人支持 一路都是老师支持 然后一直到现在 他可以调整他的行为 然后可以努力的去工作赚钱 包括他现在工作的时候 早上都是六点半去上班 他从来没有一天迟到过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在辅导他的时候 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其实表现得很好 他的优点就是 他很有礼貌 从不迟到 因为我们今天工作 大概六点半就要开始 那所以他很早就起床 然后参加我们的亲戚工作 小伟原本是一个行为偏差的小孩 家里的人无关 常常都睡到中午才去上课 六甘区中忘心之说 一开始大家都感觉小伟的逃不了 不过经过 对上老师上人用心的感觉 最后成功结婚 他们都感觉很惊喜 上老师标识说看到小伟一楼走来 变得越来越好 这就是这份最大的鸡蛋 没人稍微上班三个月 并到一项的鸡 他已经限了七万块 那如果说这钱要拿来利用 他可能会买一台自动 我们在新闻 送他第1新娘菜红布豆